作品13号 生命在海洋里诞生绝不是偶然的 海洋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使它成为孕育原始生命的摇篮 我们知道水是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许多动物组织的含水量在80%以上 而一些海洋生物的含水量高达95% 水是新陈代谢的重要媒介 没有它,体内的一系列生理和生物化学反应就无法进行 生命也就停止 因此,在短时期内 动物缺水要比缺少食物更加危险 水对今天的生命是如此重要 它对脆弱的原始生命更是举足轻重了 生命在海洋里诞生 就不会有缺水之忧 水是一种良好的溶剂 海洋中含有许多生命所必须的无机盐 如氯化钠、氯化钾、碳酸盐、磷酸盐、还有溶解氧 原始生命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中吸取它所需要的元素 水具有很高的热容量 加之海洋浩大 任凭夏季烈日曝晒 冬季寒风扫荡 它的温度变化却比较小 因此,巨大的海洋就像是天然的温香 是孕育原始生命的温床 阳光虽然为生命所必须 但是,阳光中的紫外线却有扼杀原始生命的危险 水能有效地吸收紫外线 因而又为原始生命提供了天然的屏障 这一切都是原始生命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节选字 同常量 海洋与生命 海洋与生命